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 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再给大家讲联想的有关问题 讲了很多人就来质问我 让我选择 你说柳传志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 其实这个选择说不好听了 我觉得你这选择甚至有点高级黑 为什么 你说他企业家 你承认他这么大光明的形象 你说他资本家 那实际上把他这些财富来源都变成了合法 你要是真要说国有资产流失有关的东西 那根本不是企业家资本家的问题 说不好听了 首先是贪官吧 对吧 你要是说没有贪官 你说不上这个事 而这个柳传志他到底是不是贪官呢 实际上我们先要注意一下看他的身份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他的身份 好像是写的联想的11个计算所 科技人员创业写的模模糊糊 但是这个11个人里头到底是否包括柳传志的 或者柳传志是不是计算所的呢 实际上你看一下柳传志的履历你就明白了 在创立联想的时候 柳传志是什么职务呢 他实际上根本不在计算所 他在科学院院部 而且他在院部里他是什么样的单位呢 是领导干部处 大家知道领导干部处是干嘛的呀 就是给领导服务的嘛 说得很清楚了 对吧 你给领导服务的这领导干部处 那么你身份是什么呢 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说法了 那就是领导秘书嘛 对不对 就算你不是某一个领导的专用大秘 你也是给这些领导集体服务的 天天在领导身边跑来跑去的 对吧 你也根本不是计算所的人员 计算所办了一个三产 你怎么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话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实际上他的身份就是科学院委派的官员嘛 上级主管单位 上级领导单位 到这来看一看 对吧 他的身份就是官员 再往下 很多人在指责说 你看你就不说一说 原来这所长曾茂巢有没有腐败 在这所有资产流失上干了一些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啊 我要说一个 你为什么老盯着曾茂巢这个曾所长呢 你不盯着柳传志柳所长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呢 柳传志他也是计算所所长 而且在很关键的时刻 他一直是计算所的所长 而且他在他的履历当中 他把这个当过计算所所长的这个光辉历程啊 拿掉了 你想这么样的光辉历程你干嘛拿掉啊 好在这个历史啊 还有人记得 今天呢 我把我们家收藏的这本书拿来了 这个书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书呢 是中关村管委会编的 应该比较权威啊 在中关村管委会上 他当然这个作为中关村的大事迹了 那么可以告诉大家 1994年年底的时候 科学院决定把计算所呢 交给联想代管 然后1995年1月的时候 我们柳传志先生就成为了联想的总裁 也成为了计算所的所长 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科学院的这个改革精神啊 当时讲的不是坚持党的领导 当时讲的是政企分开 党政分开 所以在科学院的时候呢 这所长有非常巨大的权力 他比党委书记权力大多了 而且不光是比党委书记权力大多了 他的这个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现在呢 你要是当了正职的话 一般副手的话 不是你说了算 在当时呢 所长指定副所长 你就明白谁当副所长 都是由他说了算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啊 就知道什么呢 我们的柳传志当时呢 也是计算所所长 你说曾茂巢的话是所长 后头就是柳传志是所长 而曾茂巢呢 一直当着联想公司的董事长 你要再要说曾茂巢后来有点股份 是不是腐败 我就说了 你要跟柳传志比 他肯定他算不着腐败 为什么 你想想想吗 那柳传志拿了多少啊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当了这么多年 有那么一点 百分之一的股份 在各个现在公开的场合 他都是不算多的 但柳传志有问题啊 对吧 这个问题 我们再展开来 再看一看 这时候你会发现的问题在哪呢 这个柳传志和霓光南之争啊 什么技工贸也好 贸工技也好 都是表象 实质是什么 实质上是用权力 排挤了霓光南 排挤了这个创业者 以这个权力 你将把创业者排走了 这个创业者是技术大拿 你当然也搞不了技术了 对吧 你排走的方式是啥呀 当时都在说 这个柳和霓之争的时候 科学院计算所 最后支持了柳 科学院计算所支持了柳是吗 那计算所是谁啊 那时候是柳传志当的所长 所以不要说他们俩在公司之争 计算所投了个票 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柳传志当了计算所的所长以后 他以计算所所长的权力 把霓光南的总工拿掉了 董事拿掉了 实际上这件事 完全是利用他的权力 让霓光南在这里头 啥也没有 第二个操作 我们就再讲 你算是改革先锋吧 联想 联想先锋说 职工有35%的分红权 我们再说一个话 职工35%的分红权 你在当年谁敢给啊 就算现在你可以放眼看上去 股权激励 各个公司股权激励 有拿出35%的吗 哪个敢拿35% 当时为什么能他有35% 就是我第一期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个红帽子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没理解 而且我讲这个红帽子 不能挤左也不能挤右 就是说私人的投入 私人的该有要有 国家的投入 国家的该有的也要有 所以这时候能给35%的分红权 当时国家是知道的 因为这个公司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投入 所以它才能给分红权 对吧 然后分红权呢 再借着企业改制 再借着这一些东风的幌子 变成了股权 这个的变化过程中啊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时间节点的骚操作呢 它这个35%的分红权 是98年获得的 它改制呢 它在2000年 中间有什么操操作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在1999年 把倪光男解聘 关键制造化 它是解聘啊 不是退休 不是他自己走的 等于说我在这之间 我把倪光男开除了 这个好多的时候 在媒体都是很低调的处理了 因为他在获得分红权的时候 他会讲我们老职工 有发明者 有技术 什么什么的 给了分红权 那时候他拿分红权的时候 倪光男是再联想的 最后我确认股权的时候 把你们这些人踢出去 人开了 做的绝不绝啊 对吧 一般大家都知道 这国有公司的话呢 一般不开人的 对吧 尤其是你作为公司的创始人 元老还是院士 再怎么着 联想养一个人的话 给倪光男发发工资 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开了呢 因为他不是发发工资的问题 你要把这个分红权 变成股权以后 你给不给倪光男啊 给多少啊 怎么算呢 那么这帮人在一起 开了倪光男 这件事呢 到底是谁决策的 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分红权 就说是集体决策 但是这个决策 我相信 柳传志 绝对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把这个事看清楚以后 我们就再说这个的性质啊 不要简单的说 是国有资产流失 对吧 你说完了以后 人家有这红帽子的背景 人家就指责你 这个乱扣国产流失的帽子 对吧 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怎么能乱扣呢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这事我一直在说了 你要用某些人的逻辑 还给某些人 凡是在说 你乱扣国有资产流失帽子的人 同时也在叫什么呀 要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呀 保护创业者权益呀 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呀 甚至他后就差 直接叫出来保护私有财产了 那么这个话呢 我们按照他的规则算一下 那么我们对倪光南的这个创业者 他在这企业的权益 他在这什么事 你作为一个改革标杆 你干了什么 他的所有的创造 然后最后被扫地出门了 解聘 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部分财产 怎么占有的呢 实际上是柳传志 利用了他的权力占有的 这就是贪官嘛 你贪官利用了权力 占有了创业者的财产 然后把创业者财产归为己有 这个事 国有资产流失算得上算不上 咱再说 起码这件事是黑色的腐败的 而且呢 你说我们搞这个公有制啊 搞什么的 那个美国人不支持 但是你这个贪官 占有创业者财产 这件事到全球 哪都可以说一说啊 这个逻辑啊 就算你移民到美国 我们跟美国也说一说啊 这贪官 我们是不是该追一下 反对这个侵占创业者财产 反对侵占私人财产 我们也是保护私人财产的 对不对 所以把这些逻辑看清楚的 已经就基本上呢 就知道了联想的实质了 而这联想的实质呢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了 好多这个循环控股 其实好多网友一听这个不敏感 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不对 实际上循环控股是什么概念 里头它的玩的水平高着呢 知道吧 联想是归计算所所有 计算所又是联想代管 这是个圈 有关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 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上